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卡在战壕前沿 那么通过铝带一拉动 越过战壕 突破了敌人第三道环线 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通过挖掘 利用坦克三个潜能 最终突破敌方的阵地防御 坦克部队就成了战场一把杆刀 快速突击和切割战场 同时作战飞机在空中掩护和轰炸机 轰炸袭击敌人国家的交通枢纽 空军机场 海军基地 国家首都等 达成了所有战略战术的攻击五倍 出其不意 所以希特勒用了闪电杖 在战案上几乎打败所有的对手 这就说明避免九战 九战是指因为种种原因 不能立即取胜 而不得不采取持久作战的态势 这就告诉我们在视频中 要事前阶段 就像闪电杖能量一下子 发挥爆发出来 击毁对方的所有军事设施 和战争力量 因为敌我 双方 如果战争力量长期对峙的话 战争就会囚托不决 产生严重后果 就是存冰错类